首先我要代表台灣人民和三軍官兵 歡迎各位遠道而來 參與遠鵬區域高階軍管班 在場的高階軍官、警官和文官 分別來自貝里斯、瓜地馬拉、巴拉圭、智利、厄瓜多、墨西哥、秘魯以及西班牙 各位的到來不僅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更是深化民主國家的友誼 這次遠鵬班的行程非常豐富 除了參與國防大學主辦的六場專題演講 也有安排拜會政府單位參訪、軍事基地、文化等重要機關 遠鵬班的宗旨象徵著台灣與友好國家之間 在軍事與安全領域的緊密合作 當前中共對區域穩定的威脅持續升高 對台海及周邊區域的灰色地帶侵擾 也是與日俱爭 這些都是對全球民主的共同挑戰 身為總統和三軍統帥 我的使命就是確保國家的生存發展 保護全體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我也要藉此機會向現場貴賓強調 台灣會持續強化國防力量 加強跟民主國家的合作 共同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非常期待透過遠鵬班的交流 台灣和各國之間能夠有更多的經驗分享 也希望各位貴賓一起來及時廣域 群策群力 從不同的角度來學習新資 讓我們共同促進彼此國家的進步發展 也成為推動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力量 最後再次歡迎各位的到來 為我們的友誼和合作注入新的力量 祝福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